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门大学 欢迎进入学的课堂 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经济激励政策 来重点的谈一谈这些政策的差异以及共同点 同时也来聊一聊他们的利弊 今天呢 咱们先说说这个经济激励政策的第一种 叫做避古税 先来吐个槽啊 人家原名叫屁股 可能当初翻译的时候呢 怕引起人们什么不好的联想 所以才硬生生的叫成了避古 不禁让人联想到民国是其有国著名的这个常凯申同志 先话少说 咱们正式开始 避古同学啊 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就是这个照片中长得好像个这个喜剧演员的这个帅小伙 他一生中写过很多的著作 主要的研究领域啊 是在福利经济学 但是他同样也对这个工业波动啊 失业啊 公共财政啊 构建不同的经济指数啊 以及国家总产出的计量有所研究 避古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头啊 他一直在剑桥交书 他在一战的时候呢 拒绝服兵役 但却不是因为怕危险 而且可能是为了显示他不是怕危险 他在不交书的假期的时候啊 是一名救火车司机 哪危险他往哪去 结合咱们天津刚发生的这个爆炸事件啊 这个老头还是挺值得令人敬佩的 他在学术界出了名以后啊 人家让他去英国的这个贸易部当官 这老头很不乐意去 但还是去了 可是他在那儿啊 也不干正事 一直在那划水 会有一种身在操应心在汉的感觉 我说明一下 以上对于避古老头的介绍全部来自维基百科 接下来是他的理论 他最著名的理论呢 就是避古税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用税收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 对于那些负外部性的东西啊 我们应该收税来增加企业的成本 以减少企业的产量和排污量 对于那些正外部性的东西呢 我们应该用之前的税收进行补贴 用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图来表示啊 供需曲线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下面的这条曲线呢 就是说负外部的情况下供给曲线 上面这条曲线呢 就是正外部性情况下的供给曲线 所以说避古税要做的就是把底下这条线往上拉 把上的这条线往下拉 争取达到这个黑色的实现 这个实际上应该的供给曲线 咱们再来看看对企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有同学可能觉得我们这个图太多了 而且都是大同小异的图 这个要在这里说一下 经济学就是计算和画图 计算呢 应该是最正宗 也最能说明问题的 但是计算太复杂了 咱们这个科普入门集团的课程可能达到不了那个深度 除了翻卖片 这些图呢 就是简化版的计算 省略了很多复杂的东西 但是对于初学者理解概念啊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帮助的 咱们回到这个图 这个图是企业减排的编辑成本 就是这条线 比如说 企业现在的排放量是E 那每吨污染物 我政府收P0这么多的税 这样企业会怎么样呢 首先对于这部分来说 这个Q0之前的这部分来说 减排的成本要小于这个排污税 所以企业就会减少这么多排放 他不会选择去交这个税 但是对于这部分来说 Q0到E之间的这部分来说 这个企业的减排成本要大于排污税了 那这样我企业肯定不会在这部分进行减排了 那我就乖乖交税好了 当然我们这里叫税 它可以叫罚款 所以说如果我们罚款定的太低的话 其实达到的环境治理的水平呢 是有限的 这个小方块的面积 我飙红了这些 排污量乘以这个单位的排污税 就是政府能收上来的税钱 如果不止一家企业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两条线分别是两家企业的减排的编辑成本 P还是政府收的排污税 或者我们叫罚款 这里A1就是第一家企业的减排量 A2就是第二家企业的减排量 所以每家企业最后的减排的编辑成本是相等的 最后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 虽然排污了你就要交罚款是个很简单的概念 但是这个简单的想法呢 在现实中 是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进步和引进更先进的技术的 这点是命令控制政策很难达到的效果 为什么呢 咱们来看这张图 这和之前两个企业那张图差不多啊 但是概念不一样 这条高一点的呢 就是企业没有技术进步的时候啊 它的减排成本 下面这条低一点的线呢 就是企业有了更先进的技术的它这个减排成本 有了更先进的技术呢 减排就更容易了嘛 这个P还是P0还是排污税 E还是企业以前的这个排放量 那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呢 就是照上面这条曲线 这个企业总共的成本是多少呢 首先在Q0这个点之前啊 由于减排比交罚款便宜 所以企业会减排 那我们知道这个编辑成本下面的这个面积啊 就是总的成本 因为编辑成本是成本的一阶岛嘛 所以A加B呢 这就是企业的减排的成本 那后面这个CDF 就是企业要交的这个罚款 或者说排污税费的概念 现在就是进步了 我们先看新的这条曲线 和P的交点 这个Q1就是新的减排量 那在Q1之前呢 企业会选择减排 所以企业呢 就会付出这个B加D 这么多的减排成本 这个Q2到E之间啊 企业还会继续排放 它会选择乖乖的交罚款 所以这个F 就变成了这个面积 所以技术进步了呢 企业总共需要交的钱 就变成了BDF 和之前比这个ABCDF呢 就少了A加C的这部分面积 所以ABC实际上就是技术进步 能给企业省的钱 因为省钱了 所以企业就会有了技术进步的动力 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国家不断的发展 这当然也符合了波特假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就是和库兹涅兹的那个理论 不一样的那个 他说更严格的环境标准 会让企业有技术改造的动力 让企业在国际竞争上更有优势等等等等 当然技术改造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这个企业会比较AC这个面积 和技术改造的成本哪个多 不过终归B股税是为了企业 创造了AC这么多的技术进步的动力 当然了 上面说的这一切 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说之上 那就是说我们有法必依 知法必严 还是那句话 为了让我们这个课程不被和谐 我不过分的强调 这个假设在我们国家的现状 大家可以搜搜看那个已经被和谐了 兄弟们之下的视频 如果说存在企业偷牌没有被抓住 或者说企业偷牌了 给谁谁谁塞点钱就能糊弄过去 那我们以上所说的这种种啊 这些图也好 壁股税的优点也好 那就都成了扯当 偷牌现象在我们国家严重不严重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非常严重 重复一遍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非常严重 这也是最让我痛心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屋子里 写满各种柿子 画各种图 来讨论我们的未来 来讨论哪种方法好 但实际上这些 到了某些地方官员的手里 那都是废纸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一再强调的 如果说缺乏监管的情况下 谁拥有了执法的权利 谁就拥有了一个潜在的外快资源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 我们国家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好 虽然现在问题很严重 但是用这个李克强总理 在防势上的吐槽 我们已经成功的抑制了 腐败上涨过快的趋势 也就是说这个腐败的二届岛 终于小于零了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们也不能过分的责怪 地方环保部门的人员 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 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设备 来实时的监测 企业的排污量 且可以随便搭个管子 把费水排到某条河里 这样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监测点 根本就不知道企业偷排了多少 所以说有些情况下 可能我们既是想管也管不了 这就是我们在环保上面的投资力度 关于壁股税的理论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会来聊一聊一个更神奇的理论 那就是科斯定理 什么叫科斯定理呢 我是郑伟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